九合一敗選之後 事實上賴清德當時應該就有 動了要跟蔡英文切割的念頭 所以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其實蔡英文 動員非常大的力量 還有他們黨內 所有人都想留住賴清德 我猜當時蔡英文也在擔心說 賴清德一旦離開走自己的路 會不會他又 本來不想參選的念頭 可能又開始起來 所以當時其實大家看一下 賴清德當時要離開的時候 那一個公開的說明信裡面 我覺得那封說明信裡面 對於蔡英文就有一些的指責跟批判 當然他不是明著說 是按著說的 而且他當時我覺得 他擔任蔡英文的行政院長 他一定看清楚了 就是說總統你握有權力 很多的政策決定都是在你手上 但是一旦你的方向錯誤 他下面的行政院長做死做活 都沒有用 然後最倒楣的就是 行政院長要背所有的黑鍋 然後還導致說九合一 整個是大敗 縣市首長 本來可以連任的就變成不連任 他當時已經有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所以他一直要切割 然後他選擇要離開 我記得之前 其實在輔選過程當中 也有人再次提到說 你要不要參選總統的議題 我記得第一次他就說 3月16號以後再說 他沒有把話鎖死 剛剛秀琳提供的這一個是比較近了 已經是贏了之後 然後他說今天就是還沒有過3月16號 所以他不說 只是大家都沒有料想到說 他的出手竟是這樣快很準 就是很迅速 真的是讓蔡英文 一點反應的時間都沒有 包括蔡英文周邊的人 還有新潮流裡面的人 都沒有時間來阻止賴清德 當他告訴大家的時候 他已經搭上高鐵 已經來到了台北 然後已經開始零表了 我覺得賴清德 他是謀定而後動的人 他在這件事情看起來 他是已經想清楚了 他就是要把蔡英文換下來 他要取而代之 所以他後面的工作都準備好 你不覺得他一步一步的鋪排 包括他今天就是整個 他先去上香拜拜 又回到成大 然後又要去看李登輝 然後接下來我覺得 他的整個浮選的動作會很大 雖然他今天有宣布說 我有五步 我不用插旗 我也不用這個競選總部 但是大家要聽清楚了 當一個人說 我可以不設競選總部的時候 通常是比較有信心的這一方 他說他不用這樣子 在就是敲鑼打鼓 他覺得他自己本身站出來 已經是可以讓 已經就是可以贏蔡英文 雖然他昨天才會落下那個話說 直接單挑韓國瑜說 就是將來看我們兩個就好了 他直接知道他的對象是誰了 現在的民調 我覺得是站在賴清德這一方 但是你可以看到 蔡英文也不是一個 輕易會認輸的人 所以今天整個陣仗已經擺出來 立法院裡面 大家看那個圖片 這個二十幾名的立委 一字排開站出來 而且包括像花媽新潮裡面 代表性的人物也表態了 陳其邁也表態了 陳明文也表態了 紛紛的表態就是 他們要鞏固小英的權力 但是今天賴清德也輕輕的在台南 他說事實上他呼籲黨內同志 大家不用急著表態 他沒有要逼大家 也就是他認為在這一局裡面 我認為賴清德他自己 覺得他是贏了 其實小英把這一些陣仗都擺出來 用很多人來幫他講話 今天其實有幾個是網路型的民調 其實賴清德是一面倒的 所以在網路上面的聲音 已經開始要分兩派 蘋果的民調是蔡英文領先 所以我覺得未來兩個人的爭鬥 不會因為幾個人出來喊說 大家要團結 大家盡量再協調 會有所轉還 我個人的判斷 賴清德一旦決定 他其實就會執行到底 這個其實對蔡英文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挑戰 他雖然表面上故作輕鬆說 大家政務官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不要受這個事情的影響 然後他要如期真的去出訪 但是我個人認為 他出訪的時候 無論在專機或者是在友邦 他的心都是忐忑不安的 因為賴清德會不斷的出招 他的輔選的行動 我覺得如果看到 他幫郭國務輔選的那一種 認真的程度 他的腳步不會緩下來 會很積極的往前跑 所以等蔡英文 真的休息了7天 去友邦回來之後 我覺得恐怕整個情勢 已經不是在他可以掌控的範圍之內了 所以我認為這一場 蔡英文跟賴清德 他們彼此的這樣的一個競爭 雖然嘴巴都呼籲說 大家要良性的競爭 但是廝殺下去 我覺得就有一些 不是在他們兩個人 可以控制的範圍 其實賴清德還是一個 會心辭手軟的人 就是說他的個性 如果認識他的人就知道說 這個人的心地算是滿善良的 很喜歡替別人著想 如果賴清德真的要選 他最好的時機是什麼 是在1124敗選之後 他要在那段時間內 就算不立刻宣布 他也要做出某種程度明確的表態 我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民進黨在1124敗選之後 幾乎是全黨一片聲浪 希望小英能夠把位子挪一挪 讓真正有勝算的賴清德上陣 帶領民進黨來打2020這一戰 可是賴清德當時就是 一時的心辭手軟 他認為在那個關鍵時刻 不應該放棄蔡英文 應該要給蔡英文一些溫暖 所以他不但沒有做這樣的宣布 他還陪著蔡英文 走過了最低潮的那段時間 他才離開了行政院 但是也正因為如此 賴清德在那段時間的心辭手軟 就讓他錯失了最好的機會 因為英系在這段期間內 他可以充分的療傷 同時他又把賴清德 繼續綁上自己的戰車 融入與共 共同承擔了敗選的責任 再加上後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又可以讓蔡英文好整以暇的 把各派系的關係 重新修補跟安頓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表態支持蔡英文的人 有很多在1124敗選的時候 是大力呼籲蔡英文讓位的 但是這些人都被蔡英文 摸頭安撫完畢了 第二我要講的是 新潮流馬上就面臨一個 最艱困的挑戰 新潮流會不會分裂 南流 中流 北流 各自的立場是什麼 幾個重要的關鍵人物 你看到北流的鄭文燦 他的表態是什麼 看到這個代表人物像陳菊 像蘇貞昌 他們馬上就要表態了 那麼如果陳菊 蘇貞昌 鄭文燦都選擇站在小英這裡 賴清德就是一個孤獨的勇者 他很有可能在新潮流內 他傳統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都不支持他的情況之下 獨自走完這一條路 所以他要先離開新潮流 第三我要講的是 雖然現在看起來民調 賴清德是穩操勝券 但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們是有更多的想像能力的 所以他們在盤算的時候 當然會認為賴清德可能有勝率 可是某種程度 當他們看到民進黨內 所有的派系跟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一致站在小英那裡的時候 這個民調有沒有可能 在未來的這段期間會有消長 這當然有可能 再加上最後一點我要講的是 賴清德真的是一個 很誠實的台獨工作者 就是就算你要挑戰總統大衛 你是不是也要在你宣布 挑戰的時候精算一下 什麼樣的訴求 可以讓你獲得最廣大的群眾支持 因為你不要忘了 你要打這場黨內初選 你不只是民進黨黨員投票 搞不好民進黨也沒有黨員投票 就直接給你做全民調了 他們的初選機制就是全民調 如果是全民調的話 你拋出來台獨路線 跟拋出來特色阿扁 這兩個議題對賴清德來說 他可能是信仰 可能是人情 可是這兩個訴求 對全民調來說 基本上並不見得會有 過半的票房 所以當小英要持續走溫和路線 而賴清德要選擇走一條 很孤獨的 堅持理念的 保有人情義理的道路的時候 坦白講我會替賴清德捏一把冷汗 你覺得他的民調 有可能會因此而反轉 因為做全民調的過程當中 蔡英文的民調 有可能會贏賴清德 當賴清德等於制限公投 等於特赦阿扁的時候 你真的認為全民調 他能夠戰勝小英嗎 所以如果今天 我是賴清德的好朋友 或者他的幕僚的話 我會為他做這樣的宣布 肯定他的勇氣 但是我會覺得有一點可惜 社堅你要選哪一邊 我認為 我還是堅持我過去的講法 我覺得2020是蔡賴配 英德配是最適合的 而且也是勝算最高的 你這樣就是跟小英 然後2024 因為這樣更順理成章 2020讓小英跟賴清德配 2024再由賴清德爭取 他正式出馬 這也是我們絕大多數支持者 共同的想法 所以說實在話 這一次真的突然的零表登記 我不但錯愕 我真的是到現在 我今天早上抽了個 去問主說太怕了 我們就嚇了一跳 昨天真的是嚇一跳 這個是有一點突兀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決定 你有沒有什麼內幕消息 要告訴我們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我是覺得藍營的表現 已經讓我們覺得 這個決定是輕痛愁快 我難得看到說大謙 你看笑得這麼燦爛 我一直都很燦爛 我看到你的時候 我笑得好開心 我們自己繼承很多支持者 都憂心忡忡 認為這樣如果造成分裂就不好 所以輕痛愁快 然後現在對於藍營來講 那個床底下反攻的號角 可以拿出來了 因為不但韓神已經確定定型 可能出來 而且我們這邊賴神也出來 最主要賴神出來 雙神對決 對… 是把我們綠色的分化掉 所以這一點 我其實是對這個 我並不是說賴清德出來就不行 而是我認為在決定之前 還是有人情抑禮 還是有一些至少基本的程序上 我們可以內部先溝通 協調 我昨天就提出一個 其實大家看起來滿突兀 其實我那句話是很正確 我認為賴清德他說他參選 他要力挽狂瀾 他是聽了基層的聲音跟意見 所以他很堅定 勇敢的要來承擔 這個都對 可是我覺得基層還有一個聲音 賴清德沒講出來 所以我昨天講出來就是說 那是不是賴院長 你宣布退出新潮流 我認為他應該宣布退出新潮流 因為這個派系一直是 我們民進黨的一個大問題 當然這照說 為什麼這一點意見 你跟柯文哲一樣 柯文哲 這好難回答 我實在是很難講柯文哲那個傢伙 他不知道哪一天看到 我講這個話已經講20年了 柯文哲可能這邊抄抄 那邊抄抄 他不小心就抄了我過去的一段 你繼續 對 因為我認為 很多基層支持者昨天有打來責備我 他說民進黨已經沒派系 已經沒什麼 我跟他報告 當年民進黨要解散派系 黨也通過這一個 結果這好像各派系領導人 這好像站在懸崖上 他決定好了 大家喊一二三跳 結果其他派系都跳下去了 只有新潮流沒跳 別人都摔死了 新潮流站在懸崖上說 你們死了嗎 所以這個我認為基本上 當然每個派系都有好的 也有壞的 我不去對他們派系多所評論 可是我只是說 現在來再深究這個派系怎麼樣 我說乾脆不必 乾脆簡單明瞭 賴清德 你宣布退出新潮流 這是我要分九級獎裡面的第一級 第一級 我希望說為了團結 不要再讓我們其他 這些獨派 台派像我這樣 對黨這樣過程知之甚詳的 我們出來再來針對後續 派系再做一些 我覺得不要 我還是順應基層的一些意見 跟感情 就是大家希望團結 我認為2020蔡賴佩 英德佩 我們先穩住這一局 2024再由賴清德 他正式出 我覺得這個是 應該是我們綠色基層 也是社會多數民眾的心聲 俊哲 你當時是有跳下懸崖的 你還是沒有跳下懸崖 當時我還沒有機會 選擇跳後不跳 還沒有出聲嗎 對啊 出聲 這個事情 你們這些比較年輕一輩的 怎麼看 其實我們看這次 賴以應該是準備好了 在那麼關鍵的時刻 小燕出訪的前夕 他就決定要做這個領表的動作 我想可能歸居於過去 他一直以來 他的個性就是 如此的折善固執 他想好的事情就決定要做 你看過去他選台南市長的時候 當升格 你看當時挑戰他的是誰 台南市是許天才 現任的 然後台南縣是現任的蘇換智 他也不管你現任 什麼坐下來談 不可能 我決定要選就是選到底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覺得很憂心的 就是賴清德這樣的個性 他既然決定好了 不可能坐下來談 絕對沒有這個事情 然後他過去還做立委的時候 一件事情可能也很被打到住院的事情 他就是因為他晚上覺得 怎麼有人在那邊喧囂 他就過去勸那些年輕人說 你們那晚不要這樣 會擦到人 那年輕人說 你又說 年輕人不認識他 你又說 我就把你拿大小卡 結果他真的繼續說 繼續講 你不可以這樣 最後被打到住院 這新聞可能大家都還有印象 所以賴清德就是這樣的人 我覺得這一次他會做這樣的決定 來自於很多的憂慮 當然他這是316 郭國文讓大家選得這麼辛苦 確實 這一次幾乎全黨 全新潮流也都下去了 賴清德也幾乎站了路口 站了快兩個多禮拜 只為了他這一次的 郭國文的立委選舉 確實他也覺得很大的壓力 如果2020在選總統的時候 立委也是這麼艱難 他一個人分身乏術 他代表又是什麼 代表也不是他 所以我想這是來自於他自己 對於這個黨的憂慮 另外他對自己 可能也有一些憂慮 畢竟新潮流現在這一次 我想大概還是要挺蔡英文的 因為畢竟那麼多的權力來源 都是來自於蔡英文給的 陳菊 段一康 陳菊跟段一康都跳出來 蔡英文了 必須要去表態 但是新潮流確實在規劃上 現在對賴神沒有任何的規劃 賢政院長下來之後 因為賴清德是很特別的人 你看陳菊在高雄當市長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他軍榮壯盛 地方組織做得非常紮實 可是賴清德在台南有沒有這麼做 沒有 他覺得我不需要去做這些地方組織 我應該就是認真的不斷跑地方 然後說明我的理念 然後讓大家知道我有認真做市長 所以他個性就是如此 所以今天新潮流 如果在這時候下一個階段 恐怕規劃的是 有軍榮壯盛的鄭文燦 所以這可能對他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憂心 當然我想他自己 所以這是新潮流 在力敵過程當中的 一個慘烈的廝殺嗎 可能新潮流本來也會覺得 未來到底會怎麼樣 你們自己再去廝殺 沒有人做一定的一個保證 所以時間一個 他也不用退出新潮流 新潮流已經放棄他了 新潮流已經立太子了 這是不是所以他才要 新潮流出好的規定 這樣代表說 賴清德一定這一局要出來 不然2024的時候 那神是不會去拜託人家 鄭文燦他就已經出來兩任 對不對 這樣好殘酷 新潮流是太殘酷 所以成也新潮流 敗也新潮流 神也新潮流 鬼也新潮流 今天賴清德會跳出來 挑戰蔡英文 是因為新潮流已經另立大阿閣 好 Ham Ц 0 是 在 這 在 和 兩 Cam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